我小時候想研究和遺傳學有關的東西 讓我們知道一些生命的奧秘 盧玉明是中大醫學院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 他領導的團隊1997年首次在孕婦的血章裡 發現足夠的胎兒DNA 為胎兒進行遺傳病測試 開創了無創傷性產前診斷的技術 以前如果想胎兒斷症 就要找支針放入羊水 但問題是每次用這種方法 有1%的機會 嬰兒會因致流產 如果有血章測試後 你只會在媽媽的手臂抽血的樣本 你就可以知道嬰兒是否有遺傳病 血章測試 早期主要用來測試胎兒的血型 以及診斷一些和性別有關的遺傳病 其後 盧教授的團隊 將測試應用在一些常見的遺傳病 好像地中海貧血症 和糖氏綜合症等等 到了2011年 針對糖氏綜合症的測試 經過大規模核實 準角度得到國際肯定 到現在已經有50個國家採用 超過50萬名孕婦做過測試 當時我的第一拖也比較緊張 而且年紀也不小 知道糖氏綜合症的機會 相對提高了 而T21的準確性比較高 而且因為它只抽血 我覺得鴨鴨沒什麼危險 它寄信來 負責都沒事 但那一刻真的很開心 那麼